南韓舉行的世界同軍大露營 因應風暴迫近腰斬 香港代表團近200個成員 昨天分批回香港 有參加者說活動現場環境惡劣 香港同軍總會就說 少於10人出現中暑等不適情況 入在同軍大約中午陸續抵港 由家長到機場迎接 有青年忍不住抱著父母哭 少少辛苦 但都很開心 但都很怪說家裡 真的很熱 因為我中輸 中了兩次 入了醫院 你覺得卡板西龍營其實裡面很熱 如果你在一頭進去的話 你可以焗死 廁所很骯髒 沒得洗廁所 我們就連續了 連續了四五天 開頭的時候很辛苦 但是後來就加了很多很多個消暑的設施 包括是遮蔭篷 給了很多無限水的供應 大約是不超過十個 是有不舒服的情況 他們會先去一些婚營的診所 如果再有不舒服的話就去醫院 他說本說目前仍然有二百多人留在南韓參加活動 未來兩天都會回香港 在南韓全羅北道新晚金舉行的世界同軍大露營 有來自一百五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大約四萬多人參加 活動原本在星期六結束 但是受高溫和風暴卡路的影響 參加者需要提早離營 無線電視記者張可林報導 強烈熱帶風暴卡路 預料今早登陸南韓南面沿岸 之後由南向北灌宣傳國 帶來狂風暴雨 部分地區降雨量可能達到400毫米 卡路隨後會吹向北韓 強烈熱帶風暴卡路逐漸遠離日本 吹向朝鮮半島 但移動緩慢 潮濕空氣持續流入部分地區 甚至遠離颱風的九州和四國形成雨雲 而宮崎縣和高資縣等地 仍然受卡路的雨帶影響 當局呼籲民眾在卡路過後 要高度警惕洪水 山泥傾瀉和暴風雨等災害 南韓氣象廳預測 卡路將為當地星期四朝早 在慶上南道統營市以西大約30公里登陸 再繼續向北移動 略過中青北道青州市 和首爾市東南偏東之後移動至北韓 在卡路凌晨迫近南韓濟州島期間 當地東部地區出現每小時大約40毫米的大雨 氣象廳在凌晨向慶上北道北部和南部近海 以及東海南部遠北內海發出颱風警暴 又說全國各地預料會在星期四至星期五 出現狂風暴雨 其中江原東部的降雨量 預料達到200至400毫米 全國11個機場已經取消了超過200班航班 總統尹錫悅敦出各部門 全力將傷亡和損失減至最低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